从亚洲击达票 这个雪太大了 还是不跑不行啦 一天都会下 最后一天天气预报 降温降到零下19度 而且是大风 它马上那个雪吹得满天飞不住了 最后我们18个小时 跑完了105公里 煎熬了一年多 我对于真的要433公斤 白冰现在用躺在北冰洋上摆一个大字 来庆祝他壮举的成功 当中有一次就是 我用划皮划点的时候 太靠近岸边了 边上的浪是非常大 突然那个浪换过车发现 我有两三米 就高过我两三米的那种 一下上我突过来 然后一下撒影了 结果连同人和那个船 自己砸的往脚趾上砸过去 真的是太危险了 从南极到北极我把它跑了 那么让更多人知道 从南极到北极我们人是可以跑的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愿意矜持你喜欢 你愿意矜持就干行了 最终能达到目的 达到目标 现在真的来喜欢热爱 愿意矜持 我都是一直很想着用心态去做的 这个事情 我还可以继续挑战 我还可以继续挑战 Like, Follow and Subscribe at The China Current